我们今天再继续为大家讲解下一个章节,就是三维动画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上面三节我们已经讲解了发声器动画,以及三个发声器动画的案例 希望你在课下多多的练习,然后去尝试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动画效果 那想学更深入的动画呢,还希望大家都多关注我以后会推出的高级动画课程 那我们来看这节课 这节课为大家带来的是三维动画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动画案例,就是建立一个三维立方体 第二个案例 建立三维画笔 第三个案例,建立一个三维的直飞机 好,那么我们将通过这三个案例为大家讲解Motion 5中如何建立三维动画效果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貌似和我们在复制器中建立的立方体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为大家讲解,不使用复制器看一下这个立方体应该如何建立 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到Motion 5软件之中 先来修改一下项目 项目的属性,属性下面颜色,我们来修改一个颜色 选择白颜色 我们还是换一个比较好看的轻颜色 好,变换了一个颜色 那么下面就需要建立一个正方形 好,拓拽出一个正方形 然后选择摄影机 切换至3D模式 好,那么这样我们就有了3D群组和摄影机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对巨型进行复制 我们想一下立方体是有几个面呢 立方体应该是由6个面来构成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来继续复制5个巨型 那我们一共得到6个面 好,使用Command加C 再用Command加V进行复制 好,复制好了一个 然后来到修改 锚点 我们把巨型的锚点拖拽到巨型的一个边缘 通过这个边缘来修改 来修改这个巨型的展示角度 我们下边选择右视图 好,对第二个巨型进行方位上的缘辑 来到属性 下边旋转 旋转来修改它外轴的位置 好,拖拽到90度 直接输入90 好,我们已经建立好了第一个面和第二个面 那我们返回活跃的摄影机来观察一下 将群组旋转观察一下 看到了,此时能够感觉出来它是一个直角的感觉 两个巨型贴成了一个直角 对吧,复制 然后选择编辑锚点 继续修改正方形的锚点 把它拖拽到另外一个边缘 好 选择第三个巨型对它进行旋转 此时让它继续旋转成180度 此时我们就能够完成巨型的第三个面 此时这个巨型就快要完成了一个口字形的建立 对吧 好,那么下面继续添加巨型 复制 同样继续来修改一下摄影机 我们让摄影机进行旋转 好,旋转到这个角度 再对巨型的锚点进行编辑 好,我们放大屏幕来对它的锚点进行编辑 拖拽锚点 好,到最边缘 好,这个位置 返回变换 然后对第四个巨型继续旋转 我们让它朝里边走 好 数值应该是90 好,90 我们现在再来摄影机调整摄影机的旋转位置 我们来看这个巨型 看上去已经编辑好了这个立方体的四个面 对吧 通过我们外轴的旋转 它已经完成了一个立方体的四个面的建立 我们再来对摄影机进行复位 好,下面选择第一个巨型 我们再来进行复制 那下面就需要添加立方体的上下两个面了 同样继续修改巨型的锚点 把锚点拖拽到它的上边 一边 好,返回变换 来到属性旋转 好,此时就不能旋转 Y轴了 要旋转X轴 好,在画面上能够看到 这个面似乎就可以形成一个类似盖子一样的东西 盖在我们的立方体之上 这个就是旋转X轴的效果 调整到-90度 我们再对摄影机进行旋转 我们来看一下 Y轴继续旋转 再旋转一下X轴 好,旋转到-12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立方体的顶盖是没有被盖合了的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调整第五个巨型的位置 来让它和立方体进行贴合 编辑它的蓝色这个箭头就可以让它和立方体进行贴合了 继续回到摄影机来旋转看一下 还有哪个地方没有贴合完整 好,X,Y,Z都可以调整 好,我们来到画面的顶端 现在来看顶部的这个巨型还是没有把下边的立方体完全盖住 我们继续进行调节 我们再来选择第五个立方体 对它进行调节 让它把立方体盖住 瞬机再继续复位 好,上盖建立完成了 那么我们再来建立立方体的最后一个面 我们直接对第五个立方体 第五个巨型进行复制 拖拽它的上下关系 让它来到画面的最底部 让它和立方体贴合 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好 那么这个样子 我们再回到视图 来从各个角度观察一下立方体 是不是已经建立的贴合完成了呢 好,我们每个角度都尝试点一点 来看立方体每个面的角度 好,下边继续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通过我们刚才的各个角度的观察 看上去立方体已经没有露出青颜色的部分 那么我们觉得它建立的比较的贴合了 那这个立方体就算建立完成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旋转 好,让它有一个角度上的变换 好,这个角度看上去还不错 好,下边来到摄影机 我们再继续旋转摄影机看一下 此时立方体就可以围绕着摄影机进行旋转了 或者是摄影机就可以围绕着立方体进行旋转了 对吧 那我们继续来到顶视图 来对摄影机进行一个位置上的编辑 好,继续旋转一下 好,调整一下摄影机的位置 对摄影机打上关键帧 打上旋转关键帧 好,我们向后走几帧 好,来到第15帧 旋转摄影机的外轴位置 我们直接在数值上增加90度 好,继续向后走15帧 好,继续直接输入数字599 好,再向后走15帧 来到第45帧 继续添加关键帧 直接输入689 好,第4帧建立完成了 再向后走15帧 来到第60帧 60 好,继续添加关键帧 直接输入数字 继续加90度 输入779 好 最后一个关键帧 也建立完成了 修改项目时长 返回活跃的摄影机 我们渲染文件 好,然后全屏播放 试一下 看到立方体 就可以匀速的旋转了 其实是通过三维空间和摄影机来实现的 好,那么下边我要继续对摄影机的关键帧进行 关键帧的编辑 要建立一些BaseR曲线 修改一下巨型的旋转速度 好,圈圈关键帧 右键选择插值BaseR曲线 然后对BaseR曲线进行逐个调节 调整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好,关键帧 编辑完成了 那在观看之前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把文件进行储存 我们来对文件储存 三维 立方体 储存到桌面 我们来圈屏看一下 同样还是要渲染一下 播放 好,此时就看到了立方体 可以围绕着这个画面来进行旋转了 那在这节课的最后 我再来为大家讲解一下Motion5中的三维效果 在我们最最刚开始学习Motion5软件的时候 已经介绍了如何建立三维涂层 如何添加摄影机 同时也可以通过画面中的上下左右 来对三维空间进行观察和编辑 那都是在显示下面 可以让它显示多个窗口 那我这里只使用了显示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里面可以进行多个角度的选择 那在Motion中 如果你添加了三维 则会出现特别重要的一个方位轴 就是Z轴 Z轴可以建立前后的空间关系 也可以有形状上的旋转上的变化 最最关键的就是 它可以形成一个虚拟三维的空间效果 那就是建立摄影机 建立三维空间 建立Z轴关系来实现的 在这节课的最后 我们就要导出影片 选择Command加E 就可以把你的影片导出出来了 在这里有一些选项我们可以选择 首先是时间长度 我们一般选用的是使用播放范围 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使用整个项目范围 在渲染和摘要里也有很多的选项可以供你选择 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对输出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好 那么这节课就是这个样子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见